欢迎回来 我们要来看看在国际间 大家到底在意些什么 其实现在的在意就是 美国跟中国 他们彼此怎么样来展现 他们的大国外交 看到现在中方是接连的 开始要跟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地区的国家来做交流 五月传出习近平要出访 而现在最新消息 则是拉美三国的外长 要来中国访问 包括阿根廷秘鲁 还有波利维亚三个外长 现在即将要来中国访问 这里面阿根廷讨论的是 货币互换的协议 那这里面呢 其实货币互换牵扯到的 当然就是美元拉美 就在美国旁边 这些通通要来 大家想知道的就是 有没有可能会再一次的 让美国这一边的 最大的外汇啊 或者是这个拉美这边的地域 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基本上阿根廷他们现在内部有蛮多的问题 通膨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之外 民生电价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已经贵到 电价呢是不开灯营业 请你自己带手电筒来 因为开灯我不合成本太贵了 先前呢就是因为民生问题 太多的怨言 所以呢很多年轻人他就决定 不然就试一下好了 我就投给这一位狂人米雷一 好米雷一呢其实在选举的时候 多次的说要跟中国断绝关系 现在真的当选了 态度180度逆转 说其实啊 要跟中国做生意可以的 原因是因为 大家都是先顾肚子皮 再顾佛祖对吧 先够肚子 这个不管走到哪一个国家 绝对世界通力 好 其实中美之间你说他完全的都是 没有来往 没有嘛 因为布林肯刚走嘛 所以表示美中之间高官互访 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呢 他们还是非常的频繁 有遵守当时所留下来 这个领袖的对话 那但是呢 也因为这个一些 还是有一些的热度存在 所以现在好消息是 云川还有星宝 即将到圣地雅各去了 好 过往有一段时间 大家知道的是 当鸭鸭回来之后 就是在美国这边 没有任何的大陆熊猫 现在鸭鸭回来已经一年了 来看看最新鸭鸭的画面 你认得出来吗 她是鸭鸭耶 鸭鸭当年呢 在回到中国的那一段旅程 多少的中国的这个网民啊 还有世界的网友 大家都在看 因为那个时候 真的是瘦到皮包骨 没想到熊猫会这么瘦 现在回到了四川 这么一年来能吃能睡 而且呢 从小鸭鸭变成胖鸭鸭 网路上热议说 从小歪变大歪啦 大家开始在说 那这一些国宝 再被租到美国去 或是被借到美国去 是不是能够受到 比较好的对待 这其实呢 是在网络上面 很多网友 从小孩到大人 大家都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基本上两方之间 现在除了说这种民间的交流 这种比较可爱 友好的交流 持续存在之外 那个斗而不破 还是在的 布林肯跟网易两方的会入 大家就说了 怎么常常会有听不清的状况 因为呢 他们的驻华使馆 这个美国驻华使馆 在微博公布双方谈话内容 被发现了好多地方 听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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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问 这么多的听不清楚 到底是你真的听不清楚 还是有一些内容 你们不想说 你们不好说 网易到底跟你们 说了些什么 而布林肯有没有回应呢 布林肯在离开北京之前 突然去拜访唱片行 这个他们微博上面 就有说了 而他们解读是说 象征意义是什么 他买了泰勒斯 还有豆尔维的专辑 AP认为了 从午夜专辑 跟黑梦专辑 表示 中美之间 深信困境的关系 看似难以解决的分歧 大家开始在问 原来可以看出这一些 看得真的很深 可是不管怎么说 他跟叶伦两个人 来到中国 谈的都是过剩问题 现在呢 大陆外交部 这边的回应就是 那个叫做 美国焦虑 没有所谓的过剩问题 一切来自于 你们的心魔问题 因为美国 现在确实经济状况 虽然股市一直在涨 但是民间 到底有没有这么热呢 又传出 有一家银行倒闭了 这是美国 共和第一银行 现在呢 说因为陷入财务危机 所以已经被 宾州当局的监管当局 给关闭了 而另一个部分呢 则是特斯拉 现在也传出 在世界的布局上面 除了说市场 规模 没以前那么大之外 甚至呢 现在也被发现了 说呢 他的自驾系统 是有关键性的 安全缺陷 来自于美国的 招安局的分析 那如果有这样的 一个分析 出来之后 大家开始在问 那会不会影响 更加的影响 到他的市场的市占率 或者是顾客 对他的信心 回过头请教一下 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 好 原因是因为呢 在习近平即将要 访欧之前 又看到了 拉美三国一起来 而且这次要谈的是 货币互换协议 这个其实 对于美国来说 蛮敏感的 对 其实就是说 从中国大陆 跟这个拉美三国来讲的话 这个彼此之间 是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冲突的任何因素 那双方的关系 是纯互补的 这就是说这些国 两个隔了一个太平洋 这么远的距离 一个在北半球 一个在南半球 没有地缘政治的冲突 所以应该是天然的 一个怎么样 一个朋友 我觉得就是阿根廷过去 也是他是在所谓的 不结盟国家里面 他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 曾经20世纪初年的时候 曾经让人家觉得 他可能是怎么样 可能是将来未来 全世界五强都有可能 可是他自己出现了很多问题 现在落到今天的状况 不过这个阿根廷的总统 事实上他米勒 他刚上台的时候 他本来是要把这个 货币互换协议 跟中国大陆货币互换协议 把它停掉了 可是为什么现在又怎么样 又改弦跟张派他的外长 去中国大陆谈货币互换协议 这个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他上任以来 经济不但没有好转 现在陷入困境 他本来是希望 寄望于阿根廷币 直接换成美金 可是美国到现在 没有人理他 他也到过 他还没有当选之前 他就去过美国 可是他那时候 以当选人身份 结果那个时候 拜登就没有见他 拜登不见他 然后因为拜登知道 米雷是谁 米雷是川普迷 他把自己认为 他是阿根廷的川普 他要推翻一切的建制 而他又在事实上 他到美国的时候 拜登没见他 他自己跑去见川普 你想想看 这样子的一个 没有外交基本概念 你在美国 现在是再怎么样 川普是在野 拜登是在吵 你还想求美国 给你的经济帮助 结果你去见了 现在当权总统的 最大的阵地 你说美国会帮助他 所以到他现在 一筹莫展 西方世界 也对他没有私以援手 我想回过头来 他又派他的外长 前居后宫 又跟中国大陆 去寻求货币互换协议 因为事实上的话 这个货币互换协议的话 他基本上 可以从中国大陆 这些交易里面 他可以支付人民币 他不必用美金 因为他手上现在有人民币 那么他手上的美金 现在美金怎么叫 汇率 这个已经到什么 洛阳紫柜到一个 非常恐怖的情景 所以对于用美金来支付 跟中国大陆贸易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真的是 被自己逼到绝路了 回后头来也跟中国大陆去谈 中国大陆当然有很多这些 跟他可以谈的部分 比如说将来一带一路上 是不是继续合作 另外就是 他们过去本来的 阿根廷的前政府 要跟中国大陆买 跟这个骁龙战机的 结果后来他们结果 后来的决定 是买这个二手的F-16 那么骁龙战机也不买 这个都跟他的政治取向有关 我觉得这些案子 可能中国大陆都会跟 米内的政府重新的谈 那这个玻利尔亚跟秘鲁的话 我觉得对中国大陆的线 重要性来讲的话 就是玻利尔亚秘鲁 他们的边界有一块地区 一个沙漠地区 是全世界鲤矿最大的储存地区 有最大的产 那你知道未来的电动车 尤其这个电池部分 用锂电池的话 锂是战略物资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加强跟这个玻利尔亚 跟秘鲁总统 就是说政府的这些互动 我觉得还是跟这个资源有关 那么过去中国大陆 事实上的话 对于全球资源的掌握 还有跟西方国家的进度 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 也是全球性的经济体 它很多着眼点 不是只有什么战略利益 或者什么 经济利益 能源 这种关键原材料的掌控 对中国大陆是很重要的 是 请教一下司令怎么看 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布林肯到大陆上去 他这个英文翻译的 他有七字说这个听不懂 我认为这个就是以前的 英语的霸权主义 英语的沙文思想 都是英文至上 现在不一样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起来之后 你要是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要这边经贸往来 外交往来 这种还有金融上的互通 这个换句话这个英语的这种 会慢慢 没有那么的重要 中文这个趋势 可能就会慢慢的更为彰显 那在这一方面的话 换句话说不是以前的时候 他们只要懂英文就可以了 第二种语言 他们可能就要逐渐的 是以中文来看待了 外交这也要 美国可能各大学 将来的时候不是说他第二大学的 他大学的第二外语的话 就学西班牙语 可能第二外语的话就是中文 因为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中国大陆往来 中国大陆打交道 又频繁了 双方又有互动 因为中文的通道性 可能慢慢的取代了一部分的西班牙语 变成这个状况 我们讲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母语 有中文母语 有英文母语 有印度语 有阿拉伯语 有西班牙语 有葡萄牙语 但是问题是第二外语的话 中文的重要性在全世界 会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上的 这种影响力 而中文慢慢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个我们来看的就是说 美国一直在讲 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 为什么在讲产能过剩 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东西 比较便宜 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说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为什么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的产品 如果同样等级的话 为什么中国大陆相对于比较低价 我认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因为美国的制造业的萎缩 美国的话 把它经济发展的重点 在金融 在衍生性的商品 在保险 或者在股票市场 这些都不是制造业 这些都是金融 衍生性商品的服务业 这样的话 对于它的生产的产能 在那边来看的话 美国的始终 就是人力成本都过高 美国人力成本 人力成本高 物价就会高 因为大家的原料成本 还有机器设备的成本 还有土地产房的成本 大家盖等 那就是看人力成本 人力成本 中国大陆人力成本 相对于较低 相对于较低的话 它出产率就比较多 比较多的话 变成美国大陆说认为产能过剩 我认为要让到 这个凯因斯所讲到的 就是一双看不见的手 就是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就是供需 由供需来决定价格 就变成这个状况 如果供需 就中国大陆的话 因为它的成本低 供给面就大 大的话成本它又会更降低 就变成那种粮迅循环 这样的话美国面对这一方面 它的压力就大了 美国要考量的是 它怎么样去降低人力成本 降低人力成本不可能 那是不是要靠机器设备 要有更高的效率 或者是美国的工会的 工作的时间 是不是要相应的调整 如果不做调整 人力生产成本还是高 这样的话 还是只能 东西还是卖得比中国大陆便宜 然后又怪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中国大陆请销 变成这个 甚至会讲中国大陆政府补贴 我认为这不是根本知道 而是因为人力成本出了问题 是 其实在美中之间 大家一直在讲斗而不破 外交上面各自搞各自的多边 但强请教一下 兵哥你怎么样来看 因为外交可以理解 军事可以理解 但现在连熊猫民间 都有很多意见 其实之前这个鸦鸦 那个时候被虐待的状况 大家都看到 其实看了真的满心疼的 现在又长回来 白白胖胖 其实是个好事 可是他的同伴 现在又要申负国家任务 现在又要出国去 去做这些事情 我真的拜托美国人 不管你对大陆 有什么印象或怎么样 这个猫熊是无辜的 不要对他们这么苛刻 把他们养好一点 我不相信美国人 不会养猫熊 而是你们有没有真的 好好对待他 真的拜托 不要这样去对一个动物 他是无辜的 那布林肯跟王毅 会晤这个东西 这真的非常诡异 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东西 不方便写 你可以不要写 你就不要讲就好了 然后什么听不清 这到底在干嘛 是不方便写还是怎么样 不方便写你可以不要写 也没人逼你一定要写 而且你干嘛一定要实时的 这样子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 发这篇微博吗 根本不用发 你也可以 比如说像大陆 大陆就没有实时发 他就等到整个会谈完之后 再统一发 对啊 这样不就很清楚吗 那你这样发了半天 发了这种东西出来 到底要干嘛 给人家一种 他非常不专业 然后他到现在 也没有对这个做进一步解释 我也觉得很奇怪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算是 他们大使馆犯下的严重错误 这个他们内部应该要去检讨 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那至于说布林肯 去买了斗维跟泰勒斯的黑胶唱片 我是不太相信 他们所说的那种含义 因为你认为斗维知道中文 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中文也很好 他为什么会去买斗维的唱片 我都觉得很奇怪 然后他去买黑梦 他真的知道黑梦有什么意思吗 所以我是很怀疑 而且他这么刚好就是 他要这样子买 第一个他中文能力要很好 第二个他还事先做过调查 知道那家唱片还有这些唱片 因为那家唱片也不是一定有的 所以会有这么巧的事吗 我是很怀疑 所以我个人认为恐怕还是不要 过度解读会比较好 他应该就只是想要表达 他的一些亲和力而已 但是重点在于就是说 美国现在一直在指责 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实际上如果中国大陆 是产能过剩的话 那他应该是卖不出去才对 然后他的价格要越来越压低 可是实际上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是世界很多国家 很欢迎中国大陆的产品 再跟他买 所以显然不是他产能过剩 而是因为他的产能 挤压到了美国的商品 造成美国商品的竞争力丧失 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 先好好检讨自己 而不是只是指这别 好 我们现在接下来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来说